现在的年轻人宁愿捡垃圾都不加班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吴凯斯和他的女朋友就会出来一起捡破烂 今天收获颇丰 捡到了一瓶全新的滋润 这样就能省钱留着下次纪念日给女友的礼物 捡到什么东西 花钱买是简单的 不花钱买就得到更难 而在捡破烂这件事上 吴凯斯并不是个例 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当中 捡破烂不但被人推崇 还有一个更为洋气的名字 也叫垃圾猎人 有些人更是通过捡破烂捡出了一个家 家里大大小小的桌椅板凳所能看见的东西 都是免费的 通过捡的东西然后加以改造 为此这些年轻人还创办了一个破烂节 专门把自己改造的东西拿出来卖甚至交换 有些东西看起来就真的跟新的一样 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 Stupper发源于国外 意思就是弯腰捡食废弃物品循环利用 以达到节约生活成本的作用 而这股风由一名九五后海归女孩吹起后 就迅速在一线城市闲置物品多的地方盛行 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眼前这位九零后罗尔狗就是北京Super的发行人 他不仅自己捡宝贝 还会经常把这些废弃物品发到社交媒体 标注好时间地点让大家一起捡 以便有需求的人拿走使用 他捡垃圾已经痴迷到一周至少捡三次 不捡不舒服 直接就把大爷大妈的饭碗抢了 成为当中的黑名单 每次大爷大妈看到他都觉得非常诧异 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都怎么了 难道现在过得比他们当年还要穷 连捡垃圾都内卷了 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罗尔狗 高考时没有按照父亲的规划考取军校 毕业后也拒绝加入考工考研的大军 最后为了见识面 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发展 并且由于想跟更多人打交道 学软件的他最后没有选择做程序员 而是产品经理 虽然七年内换了四份工作 但依然没有影响到他对北京文化的喜爱 也从楼房搬到了胡同里 直到去年七月 身处在教培行业的他受到了重创最后被裁员 而人一旦闲下来就会开始各种搞事 他也在网上无意中看到stooping 所以就加入其中 另外一边的吴凯斯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婆 家里的所有东西除了螺丝钉和食物 其他都来自垃圾桶 他毕业于一个985高校 父亲是经理母亲是博士 原本他可以走上一条前途无量的道路 但毕业后却成为一名职业废贫劳 现在回想起当初 他还是一个穿着潮流时尚 皮鞋还是凯特的 现在就是一双烂拖鞋 裤子也是捡来的还穿了几个大洞 虽然父母一直对外宣称 他的儿子是一名古玩救货的商人 但吴凯斯会一直强调自己就是捡垃圾的 觉得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偏见太深了 比如说旧物或者说遗物 大家认为这些都是无讳的 说不好的 路边的垃圾捡得不贵 吴凯斯就会走到别人废弃的房子里面 捡别人的遗物 虽然对古董一窍不通 但对这种玩可谓是了如指掌 比如这个打乒乓球的就是60年代默契的 这种蓝色的就是80年代出口创会的 也叫米通瓷 2015年 吴凯斯在大三提前修完学分后 他就手揣一万块钱踏上了美国之旅 在那里他了解到了当地繁荣的二手声音 在二手市场里 老旧相机就输瓷器 岁月在物品上流转 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最后深深地被里面的世界所着迷 回国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广州的二手市场里 逃遍了每个天光虚 凌晨开放天亮收摊 最疯狂的时候 吴凯斯一周七天都会去 比如眼前这部玉米脱利机让他爱不释手 把玉米一放然后一转 玉米粒就能脱落 这件物品至少也有个50年的历史 但旧物永远都逃不完 最后他一口气租下了一间工作室 既满足了格物置之的精神需求 也满足了他囊中羞涩的现实问题 在网上几乎清一色的人都骂他有病 大学同学更是断绝了来往 觉得这人不正常 但吴凯斯却不在乎 好像也在做一种端舍利 和过去的自我 割席 然后开始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了 但眼前九七年的女孩廖淑君 却主动联系了吴凯斯 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做免费 做兼职以换取捡垃圾的生活体验 不得不说这年头 但凡老板压榨欠你一点工资 都能去打电话投诉 而捡垃圾却能让这群年轻人 做免费劳工 这一届的年轻人真的有点看不透 至此两人合作无间 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拯救垃圾 他们曾经在救货市场 收到了一批信件 内容是一个叫敏的女士 与亲友之间的通行 随后吴凯斯将此事 分享到了社交网络上 没想到最后信的主人 竟然找了过来 原来这些信是在他嫁人之前 一直保留在父亲的家里 所以都被扔掉了 作为职场光鲜亮丽的明 就这样蹲在吴凯斯的旧物店里面 一封一封信的查看 眼泪一颗颗的往下掉 父亲刚去世 他刚好看回父亲写给他的信 这种感觉是言语间表达不出来的 最后吴凯斯无常地将这些信给了明 可能出于信赖又或者感激 明也将父亲的部分遗物托付给了他 到了2022年 吴凯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 苏宾的帖子 与自己的理想非常契合 所以他立马创建了 Stupper广州和深圳的组织 立马就收获了一万多粉丝 大家都在里面把闲置的东西 给到吴凯斯 吴凯斯又会把这些东西 给到需要的人 他觉得自己也是在做一件 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为了扩大Stupping的影响 吴凯斯在网上召集了 12名摊主一起举办活动 也是吸引了很多漂亮小姐姐的光临 眼前的小姐姐 把一只断了耳朵的兔子 给了吴凯斯 最后换回了一条项链 有的更是把自己 只带了一次的项链捐出来 拿来换了一本书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